大家好,我是道仲美 我现在还在长春 昨天长春非常非常热 三十多度零上 今天非常冷非常冷 现在的时间是早上七点多 打开那一家 我身后这家早天店在长春非常火 它家是连锁的 这是我身后这家1949豆腐脑 我也不知道这1949到底是1949年开的 这是1949年什么意思 我们进去看看去 他这豆腐自己夹 这个辣椒油 蒜 白糖不夹 他的豆腐里边有榨菜 肉馅 还有葱炖 香菜 其他的都差不多 这豆腐不便宜 5块钱一碗 油条 4块钱一碗 这个是火烧 4块钱一个 这干豆腐是3块 3元 来吧,尝尝 这个豆腐脑比较嫩一些 这个卤汁跟一碗都差不多 就是它这个卤汁的口稍稍淡一些 我觉得这豆腐脑它也有点偏贵 等到大油条 这个油条 当一碗的油条好像是稍稍实捅一些 看 但是四元一包 还有一袋 干豆丝啊 就不必要太多劲了 火烧 外皮是酥的 里边是牛肉馅 里边这个馅啊 鸡肉丝的葱花的味儿真浓 我感觉啊 管吃一个油条肯定熟饱 就吃它这个 但是这个馅儿吃的有点腻 这饼啊外酥里软 类似千层饼那种 切完了 一共花了29块钱 人均消费啊 怎么得也得十块钱往上 我觉得呢 还是有点偏贵 你们呢 你们认为贵不贵 好了 下一站出发